講這個第十一課的 Coordinate Drometry of Straight Lines 就是講一個 有關直線的座標幾何 我們可以入正題了 不是差點忘記了 請大家記得按我的Facebook 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和Follow IG 任何有關商業的IG我是會Block的 所以不好意思 入正題了 大家知道直線我們一定要直線 有座標幾何上面呢 X和Y 然後座標是0 這個是Retangular Coordinate 然後他會問你 如果它是一個 有兩點 1點是2和1 2點是3和9 距離是適合 距離應該是完美 就是8和1 這裡是8和1 8 2次 加1 2次 等於65開放 就是這樣 施線 1 施線 施線 1 施線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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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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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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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那你又怎找呢,那这个一定是交叉成,这个比例,左边的比例乘右边的点,左比例乘右点,加右比例乘左点,除比例total,第一次了,X是什么呢,左比例乘右点,再加右比例乘左点,除比例total, Y续同样,3乘9加1乘1,除3加1,这个就是9加21,11除4,这个就是27除7,这样,明白,好了,进加题目了,因为它有时给到你,你说有个三个型这样, 诶,我三个型这样来给你了,诶,一个,嗯,原来,然后它就说,这条中文有一点, 這個有一點點 這裡有一點點 是 4 比1 這樣 這叫做N 最後就說 最後就說 這裡有一點點 3比2 這樣 然後 最後就問你 這點叫做P 首先他問了你 就是M 那時候 首先他問M 第二 他問M 他就問 N的slope 第三樣 P點 第四樣就是問這個 AM PN 的area 明白 明白沒有 幫他一起做 M 怎麼找 M 2 9 除2 做完了 M 先找N 那你就 做一個 水果 噢 不要緊 我們 還是 改了 12 12 好一點 然後 比例 左比例 成右點 48 48 48 加4 52 除5 所以這邊 應該是 52 除5 Y是 4 0 1 9 除5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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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除28 -9 第三樣 他問Pcall 還是什麼 那你就算吧 零龍12 12 這裡開5份 你拿了3份 因為這個是橫線 因為它是 Within XSS 12除5 就是2.4 檢情限 7.2 7.2 就是 轉換分數 先 36除5 和0 好了 OK 明白 最後 AMPN Area 就是這個 你怎麼計 可以是 因為你中三的方法 就是哪個 就是整個大衣服 你減回這個 再減這個 試一試計 整個大衣服 多少 底是12 高是9 底乘高除2 12乘9除2 再減回這個 這個怎麼計 這個底是多少 36除5 高是多少 9除2 再減這個 這裡多少 長度多少 這裡 12減回這個 7.2 就是24除5 整個 高是多少 這裡多少 9除5 是不是 除2 然後按機 整日會按機 就是 12乘9除2 這裡是54 減回 36除5 乘9除2 再2 這裡是81除5 再減這裡 24除5 乘9除5 再2 這裡是108除25 最後按機 都按在一起 嗯 計完了 就是這個 837除5 再減回 單位 單位是Square Unit OK 好明白 基本上就是這樣做 明白 這條影片 就已經可以 Round up 大家 對於整個課 如果有其他更加多 關於的 其他更加多 疑問 請記得 WhatsApp我 去問我有關的詳情 WhatsApp我不在這裡公開了 如果有疑問 可以透過Facebook Message問我 或者IG Direct問我 也可以的 或者在Youtube這條影片 留言也可以 我不太介意的 好了 大家最後 記得要在我Facebook Follow IG 以及Subscribe YouTube Channel 好了 喜歡這條影片記得按個like 也記得更加要share 好了 這條影片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